大家早上好 安奈的弟兄姐妹早上好 我们今天来看真言的第七章 真言的第七章分段非常简单 一到五节是一段 六到二十三节是一段 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是一段 它的结构是很工整 第一段和最后一段是互相呼应的 第一段一开始你就见到 我儿你要遵守 保守保守 最后一段就是种子啊 你要听 就是遵守遵守保守保守 听啊听啊听 这个一头一尾 中间夹着的就是 讲的是情欲的问题 它就像一个汉堡包的结构一样 前面要遵守后面要听 因为你遵守你听 你就可以搞得定中间的那一个 如果你没有遵守 没有听的话你就搞不定中间的东西 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结构 很容易看得明白 听也很容易听得到 但是做起来就是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想用一个方法来看这一章的圣经 真言第七章 因为我们看的时候 它形容得非常的露骨 非常的浅显 所以你不可能是会误解 不可能听错 所以我们很容易去到一个境地 就是一看完就自动跳过 没有啊 不关我的事 我没有去找淫妇 我没有做这些东西 但这里所讲的是 其实这个淫妇 不只是讲情欲上面的问题 性关系上面的奸淫 其实它也包含了所有的罪 其实我们仔细看下去的时候 这里所讲的罪里面 就是这个世界的享乐 所给我们的引诱 可能在你的身上 你的问题不是男女之间的这个问题 性方面的问题 可能是喝酒 不节制的喝酒 可能是抽烟 甚至是讲出口 甚至是其他的 总之是满足我们一些 享乐自由主义的 其实这些都是同一个性质的东西 只不过圣经今天在第七章的时候 用情欲 用男女之间的关系 来做一个例子 但其实是所有的罪都是这样 这些的享乐主义 这些世上的一切的东西 其实我们应该怎样去抵抗呢 这张圣经 其实就是讲的这件事情 我们再来仔细的来看这一张的圣经 希望在这张圣经里面 我们能够有一个亮光 我们能够抵抗这个世界的 那个拉力 的确是有一个很大的拉力在拉我们 再讲一次 这张圣经是用一个男女的关系 做一个例子 但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可以是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名利 财 烟 酒 毒 其实是数字不尽的 我们来看第一个大端 我儿 我儿 你要遵守我的言语 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 遵守我的命令 就得存和 保守我的法则 好像保守眼中的同仁 吸在你的指头上 刻在你的心板上 对智慧说 你是我的姐妹 称呼聪明人 为你的亲人 他就保你远离淫妇 远离说 残媚话的外侣 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 就说我儿 这其实是一个父亲 给一个儿子的一个劝导 父亲怎么可以劝导 这样来劝导儿子呢 他有一个人生长远的经历 所以他站在一个明白事事 经历个事事的一个角度 这样的角色 来劝自己的儿子 这也是很特别的一件事 我们做人都是这样 有一天我们成为父母之后 凡尔利所讲的话 开始改变了 你做儿子的时候 你就会放纵啊 但是当你做父母的时候 你就突然之间变身一样 你就知道什么叫好 什么叫不好 还有就是每个人父母 都不想自己的孩子 走自己的旧路 犯过的错 通常最紧张 儿子儿女读书的时候 就是出了九六二胡之力 变成怪兽家长的时候 就是自己年轻的时候 没有好好读书 现在后悔了 知道这一条路 真的是不能这样子走的 所以这个父亲 就以这样的角度来讲 他说 我儿啦 你要知道啊 你要明白 你要遵守我的言语 你就要将我的命令 存记在心 遵守我的命令 就当存和 所以你看见 有两个的遵守 遵守 就是你要守住啊 守住这些话 要就放在心里面 你要认真的对待 然后第二节就说 保守我的法则 好像保守眼中的同仁 所以你看见他 平衡的这样讲 遵守遵守 保守保守 其实就是一再的强调 很重要很重要 你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就好像我们教导 我们的孩子一样 一定要记住啊 要记住什么呢 要将这些话 细在你的指头上 刻在你的心板上 就是要入心入肺的来听 入心入肺的来记住 记住什么呢 就是要对智慧说 你是我的姐妹 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 就是记住 你要清净智慧 你要有聪明 就是你可以看清楚 世上的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个叫聪明 所谓的耳聪目明 耳朵听得清楚 眼睛看得清楚 你要有这个聪明 看得清楚 看得明白 罪的道路是怎样 世界是怎样 神的真理是怎样的 你要清净智慧 以智慧为你的姐妹 当你有这样的生命 在你里面的时候 这个吃 智慧 这个聪明就可以保护你 让你远离淫妇 远离说这个 残媚话的外侣 残媚话的外侣 说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第二段 我们来看完第二段 你就知道 什么叫做说 残媚话的外侣 这里这个说 残媚话的外侣 代表的就是引诱 世界是很多引诱 情欲方面的引诱 隐辟上面的引诱 总之就是让你 远离神的法则 远离神的道 远离生命术 是一个 在一个堕落的里面 当然他要引诱你的时候 如果你钓过鱼 你就会知道 鱼为什么会上吊 因为有鱼儿 那鱼儿会不会勾一个 你不吃的东西 你去钓鱼 你的鱼儿 当然是鱼没有办法抗拒的 就是他很喜欢的东西 让他觉得很好味道 所以连命都没有都会去 这就是引诱 所以引诱你的东西 一定是你很难抗拒的 一定是很吸引你的 但是问题就是 这个鱼儿来的 你一咬下去的时候 命都没有了 所以智慧就是 让我们看清楚 这个图画 如果鱼有这个知识的话 它就不会这么容易上钩了 真的说香港的鱼 香港的鱼比较聪明一点 普遍都有鱼儿的知识 所以在香港钓鱼 是比较懒一点 我在加拿大我就知道 那时候我在加拿大钓鱼 我在香港有钓开鱼 但是为什么 我在加拿大钓的鱼 那边的鱼真的很单纯哦 随便丢一个鱼儿下去 以前我们在香港 是用真的鱼儿 加拿大的鱼儿是假的 就是只用一个塑胶 倒一点所谓 有味道的水下去 然后那个东西就有味道 然后一丢下去 不用一分钟就有一条 随便一钓用一条 半个小时可以 钓了十几条石斑上来 那时候我们就在说 不是吧 毫无难度 因为在香港习惯了 要跟香港的鱼斗智斗勇 很辛苦一天 才能钓到两条 已经很开心了 那你真的是一分钟 就可以钓一条哦 所以鱼都要有这个知识 你要认识鱼儿 才能保住自己的那条命 这张圣经给我们一个 这样的图画 我们来看 究竟这个鱼儿是什么呢 这个说前媚话的外女 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六到二十三节的第二大段 很长的一段 我曾经在我房屋的窗户内 从我窗帘之间往外观看 见愚昧人类 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 无知的少年人 从街上经过 走进淫妇的巷口 直通往她家的路去 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 或黑暗之中 看哪有一个妇人来迎接她 是妓女的打扮 有诡诈的心思 这妇人宣让不守约束 在家里停不住脚 有时在街市上 有时在宽阔处 或在各巷口敦俘 那朱拉少年人与她亲嘴 脸无羞耻 对她说 平安记在我这里 今日才还了我所取的冤 因此我出来迎接你 恳切求见你的面 恰巧遇见了你 我已经用绣花毯子 和埃及之县的花纹布 铺了我的床 我又用墨药成香 桂皮熏了我的她 你来我们可以保享爱情 直到早晨 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 因为我丈夫不在家 出门行远路 她手拿银囊 必到越往才回家 银妇用许多巧言 应诱她随从 用残媚的嘴 逼她同行 少年人立刻跟从她 好像流亡宰杀之地 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 只等见穿她的肝 如同雀了 急入网络 却不知是至上己命 她说 我曾在我的窗户内 从我窗帘之间往外观看 这个父亲 他是有经历的 他是看过这些事情 其实他看见人的跌倒 人怎样陷入在这个 罪的隐诱里面 这一个长者 这一个过来人 他说他从他的房屋的窗户内观看 见愚蒙人中 他指这些人是愚蒙人 为什么是愚蒙人呢 因为他们被迷得昏昏顿顿 所以成为一个愚蒙人 少年人中 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 从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巷口 直通往他的家的路去 在黄昏或在晚上或半夜 或者黑暗之中 这就是罪的特性 就是在黄昏 在黑暗当中 以为人家看不见 是不是真的看不见呢 这个老人家说 我看见 其实人所做的一切事情 都是看得见的 这个老人家有看见 其实这个老人家 当然也代表神在天上看见 这个也很重要 我们怎样去胜购这些罪呢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 你想象你所做的每一件事 天上看着你 神看着你 如果你要做坏事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 不是啊 神在看着我 天父爸爸在看着我 这可能对我们 也是一个保护 一个警惕 这个少年人 就一头撞进去 接近这个淫妇 她去到这个地方 去到这个 只是去到巷口 都没有去到她家的门口 她只是说 看啊 有一个妇人来迎接她 是巨女的打扮 有诡诈的心思 巨女的打扮 是指充满的淫妇 有诡诈的心思 用诡诈 用淫妇来 她还没有去到门口 这个淫妇已经来了 所以你只要稍微 接近一下淫妇 那个淫妇就来了 就好像我刚刚讲的 鱼儿一样 她是巨女的打扮 其实就是要淫妇理 但是这个淫妇的背后 是一个诡诈的心思 是要达到她的目的 这个妇人是怎样呢 宣扰不守约束 在家里停不住脚 重点就是她不守约束 就是她违背律例的 她是不讲规矩的 这也是最其中的一个特性 要打破一些的规则 这些规则呢 其实是保护我们的 但是最就是要打破 这些规则 她不守这些约束 其实所讲的就是 自由主义的泛滥 今天世人就很追求这件事 我喜欢喝酒是我的自由 我穿什么衣服是我的自由 最不喜欢的就是 教会说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那个裙子是我的 我想怎么穿就怎么穿 我有我的自由 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谁说男人不可以戴耳环 我喜欢呢 谁说不可以喝酒啊 我愿意呀 我自己喝又不要你喝 这就是自由主义 不受约束 不受限制 这就是罪和引诱的一个特色 而且这个引诱是怎样呢 有时在街上 有时在宽阔处 有时在巷口敦服 拉住那少年人 与他亲嘴 脸无羞耻 这个罪 你看见他 有时候在这里 有时候在那里 这里一堆所形容的就是 正如我们刚刚所说的 罪就浮在你的门前 其实这个罪 这个引诱 随时都在等着你 就在你的门前 就在街头也搭 也在角落头也搭 也在宽阔处也搭 就是他 趴在那里等待你 等待你上钩 主动出击 要勾他回来 让他走罪的道路 而且是面无羞耻 就是他们会将罪 这些东西合理化 合理化到一个地步 毫无羞耻可言 总之就是给你一个理由 让对方和自己一起 陷入这个罪里面 享乐里面 得罪神的一个地步里面 他怎样面无羞耻乏呢 后面就来了 十四节 这里很厉害 他说 面无羞耻的 对这个少年人讲什么呢 平安记在我这里 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 因此我出来迎接你 恳切地求见你的面 恰巧遇见了你 这一段可能我们自看字面的话 可能会忽略他的经意 他的经意是什么呢 平安记在我这里 原来犯罪的人 他会找一些金钱的理由 这些勾引人犯罪的事情 他会将他合理化 甚至用圣经来 支持他的论点 这真的是觉得不得了 所以他说 平安记在我这里 平安记是什么呢 平安记的肉 必须要两天之内吃掉 所以以色列人有一个习惯 就是献完平安记之后 这些记肉要分享 因为一家人 一个人是吃不完的 所以本来他的本意是什么呢 就是分享 让我们宁舍之间 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大家一起吃 一起分享 那感情也会更好 但是这里 他竟然跟这个少年人说 平安记在我这里 我刚刚才献完记 所以这个记肉 我就想跟你分享 和你分享不单止是这样 他说我今日才还了 我所许的愿 因此我出来迎接里 恳切求见你的面 恰巧遇见了你 这一堆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他献平安记的时候 他许了愿 他献平安记 许的是什么愿呢 就是想见这个男人 想见这个年轻人 他说我这一边 刚刚才献完平安记 记肉在我这里 我都还没有和你分享 我就跟神说 我许了这个愿 就是想见你 这么巧就遇见那里 你说是不是很有神呢 神应允了我的许愿 神答应了我的祷告 让我遇见你 所以我们是注定 要在一起的 神都是这样安排的 你看看 我刚刚许完愿 神就应允了 然后又这么碰巧 就遇见那里 还不是神的带领吗 神会带领我们犯罪吗 所以为什么圣经说 它是面无羞耻 你竟然用一个这样 以敬虔为犯罪的理由 以敬虔来解释 合理化自己情欲里面的 享乐主义 这个就是最可怕的地方 所以他说 说这个残媚化的外女 有诡诈的心思 诡诈就在这里了 因为他扭曲了神的话 甚至支持自己 成为一个放纵情欲的理由 所以你看他接下来讲什么 我已经用绣花毯子 和埃及支线的花纹 不铺了我的床 我又用墨药 成香桂皮 虚了我的踏 他也将床 铺得很漂亮 很香 所以你来 我们可以保享爱情 直到早晨 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 这些的东西 都是那个少年人 很难抗拒的 已经预备好了 烛光晚餐 哇 精心的时刻 打扮得 亮得美丽无比 家里也布置得很漂亮 香喷喷 本来这些东西 如果是在婚姻里面做 当然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这个妇人叫做淫妇呢 后面你就见到 她说 因为我丈夫不在家 出门行远路 她手拿银 必到月望才回家 她是一个有夫之妇 但是这样去勾引 这个少年人 甚至还要再给她一个理由 就是我老公不在家 她拿着墙囊出去做生意 月望才回家 就是月望是十五 起码有半个月的时间 不在家 所以不用担心 肆无忌惮就可以了 怕什么了 又有神的带领在当中 我刚刚许完愿 你就见到你 我又做了这么多东西 布置好了这么多 老公又不在家 十几天都不会回来 所以这个引诱就出现 然后淫妇用许多的巧言 引诱她随从 用残媚的嘴逼她同行 这些情欲 好像不单只是引诱她 也逼着她 这个少年人 好像完全没有抵抗力一样 于是少年人 就立刻跟随她 不用想啊 完全在思想上面 连挣扎的能力都没有了 马上跟着她 跟着她的情况像什么呢 就好像牛 被迁往宰杀之地 又像愚昧人 带锁链去受刑罚 只等剑射穿她的肝 如同鸟 却了急入网络 却不知至上己命 就是这个少年人 毫无抵抗力 你就跟着这个引诱 去的时候 其实就等于自头楼王 她的结局 是可想而知 是悲惨的 就因为这样 就被这个淫妇 拉着去陷入罪里面 和神就越来越远 甚至大大的得罪神 当然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讲 中间这一大段所形容的 不是单单只情欲上面的 在性关系上面的方面的犯罪 其实所有罪的特性都是一样 有人是被酒精捆绑 有人被赌博捆绑 有人是被任何的东西来捆绑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罪很诡诈的 她真的是一个说谈媚话的外人 她给我们一个理由去放纵 而这些理由 去到极点的时候 就好像这个淫妇一样 甚至是用神 扭曲神的意思来支持自己 我今天看这一段的时候 都特别有感觉 因为昨天不让她传道 就发了一条连接给我 就看见 有一些牧者去闻身 然后就在圣经上面 找圣经的金句 找圣经的内容来支持 这件事情是对的 她就宣称 其实我是闻在我身上 不是闻在你的身上 所以不管你是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自由 闻身不会让我和神的关系疏远 我闻的字 也是我属于耶稣 那这个闻身是荣耀神的 我也在脚板底下闻了 就提醒自己要行在爱中 就是乍尔听下去 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其实我听见 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泛滥 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不要管我 我不需要向你交代 我向神交代 我做的事情没有伤害你 所以你没有权利来论断我 是 某种程度上 是 但是问题就是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 如果我们深入来想的话 就是 那我也是牧师啊 那我是不是也要在脚底板 闻一个爱字 就提醒自己 那如果我需要在脚底 刻一个爱字 才提醒自己是走在爱中的话 那和周星驰 闻那个亲民从阳 有什么分别呢 原来 要走在爱中需要这样的东西来提醒的话 那真的是有一些肤浅 那另外 究竟这件事情是怎样呢 我们用什么原则呢 其实保罗也讲得很清楚 凡事都可行 我们在基督里面 真的是有真正的自由 但不都造就人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所以你将保罗这句话 拿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问一下 那闻生这件事情的益处是在哪里呢 害处我就知道 益处我就想不到 那这个闻生又可以造就些什么人呢 又没有好处又不造就人的话 那为什么我要做呢 其实这个就是保罗的逻辑 是我们什么都可以做 我们是有自由的 但这个自由是不是去到一个地步 可以这样放纵呢 这一段的圣经里面 这个淫妇就是 他放纵他的情欲 放纵到一个地步呢 就是甚至 将平安记都搬出来 来支持他所做的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小心 因为现在越来越到末后的世代 这些事情会越来越多 罪的全是 一直这样引诱我们 慢慢慢慢会麻痹我们 让我们不再觉得有问题 其实这个少年人就是这样 一步一步跌入他的陷阱里面 一看见他就是这样 一步一步的陷进去 到最后麻木到一个地步 不觉得有问题 但是其实在永恒的图画里面来看 在天父的眼中来看 这个无知的少年人 其实就好像牛被迁往 宰杀之地一样 就好像这些雀鸟 挤入网络 到最后最会穿他的肝 会出去他的性命 他和神之间的关系会破裂 和神之间的关系一破裂 就代表永远的死亡 这是我们要警戒 我们要小心 但是罪又是很厉害的 就好像这个妇人一样 她说谈媚话的外侣一样 她在街市在外面 用尽办法来勾引你 那我们应该怎样 才可以自处呢 就是第三段 第三段和第一段 首尾呼应 24到27节 纵旨啊 现在要听从我 留心听我口中的话 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 不要入他的谜途 因为被他伤害 扑倒的人不少 被他杀落的人 而且甚多 他的家是阴间之路 下到死亡之功 所以众子啊 你要听 听啊 以色列 听 要留心听神的话 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 不要被他引诱 不要入他的谜途 原来一切的情欲 我们只有一条方法可以胜过 就是躲避 就是远离 就是逃避 你不要以为 你可以面对他而胜过他 其实我们需要用逃避 要远离 所以不要入他的谜途 你的心不要偏向他 就是你稍微向着他一点点 其实他就已经耍了一声 就把你拉进去 你离他的道路近一点 就好像那个无知少年人 他只是去到巷口 可能还有 整条巷子都没有进去 他都已经被拉进去了 他已经失守了 所以其实新约圣经 能告诉我们 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和那 亲近 祷告主的人 所以就是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这个私欲 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 去胜过 但是我们要逃避 我们要看得见 这是一个罪的引诱 我们逃避他 否则的话 你就会发现 好像26节 因为被他伤害 扑倒的不少 被他杀错的 而且甚多 这里英文的翻译 就是将经税 翻得更加清楚 英文是这样说 在他的面前扑倒 被他屠杀的 都是强壮的人 都是一些强者 原来强者都逃不过他的手 而且这些强者 都在他面前跌倒 被他引诱犯罪 所以原来 我们不要去靠近罪 不要用这个方法 来测试自己 有没有抵抗力 因为这些情欲的事情 这些罪的试探 都是非常的吸引 仇敌知道 我们的弱点在哪里 所以我们要远离 不要以为 我们强壮到一个地步 可以去胜过他 但是我们要明白 他的家是阴间之道 下到死亡之宫 其实他和死亡 是绑在一起的 这就是罪 所以我们要远离 我们要躲避 我们不要将自己 放在一个被试探的位置 因为无论你多么强大 当你落在一个 被试探的位置之后 你很容易失守 所以被他杀 路的人很多 被他伤害的人也不少 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提醒 我们要提防 特别是在幕后的世代 提防这些自由主义的泛滥 提防这些为自己的罪 找尽全理由的 一个的试探 应该是说一个引诱 我们真的要记住 神给我们的律律点章 就好像这张圣经头尾一样 我们遵守遵守 保守保守 我们要听 神的法度 律律点章 远离这些的引诱 这样我们就可以安安全全 平平安安的走永生之道 阿们 我儿 你要遵守我的言语 将我的命令存在 存记在心中 遵守我命令的旧的存活 保守我法则的 好像保守眼中的同仁 吸在你的指头上 刻在你的心板上 弟兄姐妹 我们这一刻 都将我们的手 放在心上 再一次跟神说 神啊 愿你用你的话语 刻在我的心上 愿你这一刻 将一个柔和谦卑 放在我们的里面 拿走我们的自我 拿走我们的硬心 拿走我们耳朵里面 好像蒙上自由的 这一刻都求神 帮助我们 开启我们 将一个柔软的心 放在我们的里面 将一个人听的耳朵 放在我们的里面 跟神说 主啊 愿你来对我们说话 愿你来调教我 愿我们不自以为是 愿我们再一次 倒空我们自己 来听你的指教 听你的话语 你来帮助我们 圣灵愿你这一刻 来充满我们 你来对我们说话 你来光照我们 主啊 主啊我不要做一个愚蒙人 主啊我们要做一个愿意听 愿意改的智慧人 帮助我 成为那个愿意听你话语 放在我们心里 放在我们心里的人 帮助我 能够遵循你的话语 成为你眼中的同仁 帮助我 能够 走在你的命令 以致我们能够存活 帮助我 将你的命令 纯迹在心上 免得我们得罪你 我的心要完全地归向神 完全地归向神 神那求你这一刻 再来占据我们的心 不容让罪 不容让仇敌 不容让黑暗 在我们的里面 帮我们 给我们能力 给我们能力 审查自己的罪 给我们有那一份的敏锐度 审查自己在这个网络的里面 圣灵求你 更深地来充满我们 更多地来充满我们 跟我们来说话 开启我们 不要让我们在罪的里面 不自知 不自觉 不要让我们在罪的里面 变成麻痹 没有感觉的人 主要帮助我们 从罪的权势里面 再一次地走出来 主要我们不是靠着自己 弟兄姐妹 让我们这一刻 都可以安静地 坐在我们的位置上 我们更深地来思想 也来聆听圣灵跟我们说话 今天牧师跟我们分享这一章 不单单讲情欲上面的罪 更加跟我们讲到 仇敌不住地来引诱我们 仇敌不断地用我们 最软弱的胃 让我们有破口的胃 就来攻进来 让我们这一刻 都在神面前更深地来反省 仇敌的引诱 往往就可以 好像第九节所讲的 在黄昏或晚上 或半夜 或黑暗之中 在没有人的时候 在我们单独的时候 仇敌往往用什么方法 来引诱我们 是用酒 是用烟 是用赌博 情欲的罪 还是什么呢 我们开身来跟神认罪 又或许 是我们觉得最孤单无助 甚至在我们心情最低落的时候 仇敌往往是用什么 来引诱我们呢 现在罪的当中 现在试探里面 我们开身来跟神来认罪 求神帮助我们 在这一章的里面 讲到罪的引诱 是站在门口 就来迎接我们 这一个的引诱 是主动性出击 让我们要陷在罪的里面 我们开身 我们开身来为自己来祷告 能够逃避这些的私欲 能够远离这些的私欲 不要自以为有能力抵抗 相反神今天 教导我们 要躲避 要远离 在什么样的环境 什么样的状态 最让我们容易 跌入罪的里面呢 你和神来讲 主啊 我们不要自以为 自己有能力抵抗 我们要来躲避 要来远离 这一章里面 仇敌更加会让我们 陷在罪里面去合理化 会让这些事情认为 其实神都容许啊 又或者觉得 其实都没有什么啊 人家也是这样 很多人都这样 我做有什么问题 甚至会觉得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与别人无关 会不会在我们里面 都有这些歪曲的地方 求神明这一刻 都来光照我们 不受世俗 外见 很多已经淡化的 觉得这些罪没有问题 已经很普遍了 这是我个人的选择 不影响其他人 好不好 都让我们在祷告里面 再次来向神来承认 我们的软弱 我们都会对罪 有时候会麻木 没有警觉性 甚至 在这些氛围里面 我们都认同 我们都不能够 站立得稳 所以说我们感谢 赞美你 谢谢你再一次 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 施得住啊 我们说我们里面 仍然有很多的黑暗 甚至很多时候 我们都抵受不了仇敌的引诱 主啊 我们愿你这一刻 再次用你的宝血 来涂抹洁净 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主啊 你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你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你必然要赦免我们的罪 神啊 我们就求你 过往可能我们在隐蔽的里面 在黑暗的里面 在软弱的里面 神啊 愿你这一刻 再次用你赦罪的大人 来涂抹我们的过犯 帮助我们 愿你的圣灵 在我们心里面 更大的声音来提醒我们 担住我们 并且提醒我们要逃避 远离这些试探 这些的引诱 主啊 求你再一次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 让我们每一天都 行在你的真理 你的圣洁里面 主啊 你帮助我们 也都在这个世代的里面 再一次来高举神你的真理 神你的命令 主啊 你继续来使用我们 和我们的教会 主啊 要活出你的话语来 主啊 将这个光 要带在这个世代的里面 主啊 你来帮助我们 主啊 你说 兴起 发光 主啊 你说 我们要兴起 发光 主啊 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发光的时候 主啊 我们就不是在黑暗里面 当我们能够发光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要被我们来燃点 主啊 求你将这一份的能力 将这一份在黑暗世代能够站立得稳 能够发光的能力 你就放在我们每一个的里面 抓力大大来使用我们 与我们同在 弟兄姐妹好不好 我们最后在一起站立起来 我们就为着我们新锐 兴起 发光 是的 今年是神给我们的意向 神给我们的方向 我们就来举手 为着我们自己的生命 为着新锐 能够为神来发光 在这个黑暗的世代来发光 我们一起进入方言 或者无形的祷告里面 我们就来开身来祷告 求神家人赐利给我们 做完这个世代很黑暗 做完仇敌不断的来引诱攻击我们 现在罪的里面 但是我们宣告 靠着圣灵 我们就凡事都能做 我们就来宣告 当我们靠着神 我们不断祷告的时候 神要将一份得胜的生命 放在我们的当中 并且我们能够见证神的荣耀 我们开身来祷告 当圣灵更多的浇灌 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虽然我们每个人 可能发出微弱的灯光 但是这个光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我们就求神 这一份的光 更多的照进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也透过我们 照进这个世代的里面 神跟我们说 不要看清我们自己 不要看清我们自己 就是在我们的 自己的公司里面 在我们所接触的人群里面 发出神给我们 那一份的光芒 爪远你的光照变在这个地图 主要照片在整个香港的里面 主要我们说我们需要你 主要求你就继续使用我们 我们每一个 使用我们的教会 成为你的灯台 来照亮很多的人 照亮这个地方 主要我们感谢赞美你 愿你更继续来帮助我们 每一个弟兄姐妹 走在你的真理 走在你的心意里面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阿们 真言第七章 一二三节 我儿 你要遵守我的言语 将我的命令 纯迹在心 遵守 我的命令旧的存活 保守我的法则 好像保守眼中的同仁 细在你的指头上 刻在你的心板上 二十四二十五节 众子啊 现在要听从我 留心听我口中的话 你的心 不可偏向淫妇的道 不要入他的迷途 弟兄姐妹 我们要为 我们自己的心来祷告 求圣灵帮助我们 将神的话语 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细在我们的指头上 赐给我们一个 人听的耳朵 以致我们的心 不偏向罪的道路 以致到我们的脚 不踏入罪的迷途当中 让我们自己 为我们的心来祷告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主要我们需要你 主要因为我们知道 面对这些引诱 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实在毫无抵抗的能力 主要但是求你 将你的法度 将你的心意 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让我们能够听 让我们能够存寂 以致到你的保护 你的平安 就在我们的身上 以致我们能够逃避 这一切的试探 逃避一切罪的陷阱 主要我们不走 偏向罪的道路 我们唯独单单的 奔向你的永生之道 主要求你的灵 常常的提醒我们 帮助我们 加添我们力量 让我们能够远离 这一切世俗化的引诱 世俗化的诠释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主 我们今天的陈导 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